近两年来海航低调的装备了一款新型战机 从其外观变化来看 换装的过产航发 既在像控制雷达 全玻璃化座舱等 都像是歼16战机的样子 毕竟歼16就是基于歼11BS战机基础上 通过换装先进航发 雷达 座舱等武器系统而来的全新一代双发多用途战机 但是海航对这批新型战机的命名方式却不是 我们本认为的歼16HH是海航的意思 而是歼11BGH 那么海航为啥对这批换装多款先进设备的新型战机命名方式 不采用歼16H 而要将其归类到歼11BH名下呢 首先来看看海航低调装备的这批歼11BGH 和之前的歼11BH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从最新新闻中报道中能够明显看出 全新的歼11BGH战机 相比之前的歼11BH战机最为明显的就是其 机头雷达照从之前的黑色涂装换成了灰白色 这也就意味着歼11BGH的雷达进行了升级改进 再结合沈飞在歼16和歼11D上的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来看 歼11BGH战机灰白色雷达照下面 应该就是和歼16相似的新一代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 相比之前的多谱了平板缝隙雷达而言 探测距离更远 多目标锁定能力更强 且具备堆递测绘 气象观测等多用途扩展能力 同时航发也从之前进口的AL31F更换为国产卧山10B先进航发 卧山10B先进航发相比AL31F拥有更大的推力 更低的油耗表现 理论上能够赋予歼11BGH更远的作战航程和更强的超机动格斗能力 在一个歼11BGH的座舱也从之前的歼11B的小尺寸单色液晶显示器加折射平衔 升级为更先进 显示效果更加的大尺寸彩色液晶显示器加全息演示平衔 可以说歼11BGH就是歼16战机的化身 可能很多人觉得歼11BGH无论是雷达 航发 座舱升级都和歼16战机一样 且歼16战机批量装备服役好几年了 在初步满足空军作战需求后 会不会已经开始批量装备海航 只是命名方式没有使用歼16H 而是使用了歼11BGH呢 其实细看歼11BGH和歼16会发现 二者在外观上存在很多区别 比如最为核心的就是歼16作为歼11BS基础上的中改机型 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都进行了改进升级 所以歼16战机的机头不再需要使用顶制空速管设计 而是将空速管改到了机头侧面 但是升级改进版本的歼11BGH 虽然雷达已经升级为机载有缘相控的雷达 但是机头空速管依然得到了保留 而且歼16是双发多用途战机 所以都属双座版本 且一歼挂架改为了一字型设计 但是歼11BGH则有单座版本 也有双座版本 而且一歼挂架依然和歼11BGH一样是C字型设计 价值歼11B实际上已经在2018年前后停产 现阶段审飞的主要生产中心就是更先进的歼16战机 毕竟机具生产歼11B 空军不需要 海军购买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所以这批低调装备的歼11BGH战机 实际上就是基于歼11BGH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并非全新生产机型 而且这种事情不光发生在海航身上 空军近几年也在低调的换装EPP白头版本的歼11BG战机 这些战机同样是基于歼11B基础上 加装了歼16的雷达 航电 座舱 航发等升级而来的改进版本 那海航为啥不和空军一样采购全新 且综合作战实力更强的歼16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机 只是将之前的歼11BGH战机进行升级改进的 1.海航换装歼11BGH的时间比空军歼11B晚了好几年 这些战机机灵普遍很短 所以值得升级改进 比如空军大概是2008年前后批量装备服役的 而海航的歼11BGH战机则是在2010年后才开始批量换装歼11BGH战机的 而按照一架战机平均25年的服役寿命计算的话 空军的歼11B战机机灵最长还不到15年时间 而海航的歼11BGH则只有10年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对其升级改进 无论是从服役时间还是战斗力提升等多方面来说 都是非常值得的 2.海航虽然基地和空军一样在陆地上 但是海航依然属于海军下下单位 而海军这几年大量换装056A 052D 055 71两栖船物登陆舰 75两栖攻击舰 辽宁 山东航母以及新舰的航母 军飞预算大头都花在这些方面了 而且海军为下一代航母舰载机选择的空井600 殲15T 殲15D 以及殲35都需要大量的军费预算 所以对于海军而言 其很大占比军费预算都用于采购发展水面监听 以及对未来投资了 过而在采购航空支援武器装备上 显然不可能和空军一样豪放 那么对于海航而言 殲16战机无论是从哪方面而言的确是很先进 但是先进性能的背后也是高昂的采购成本 而这些都是海航短期内无法支撑的阻碍 之前海航为啥采购一批殲10A战机 就是因为殲11BH采购成本太高 使用成本太高 只是因为殲10A装备服役海航后 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所以就成为了孤品 所以对于海军而言 殲11BH战机服役时间还不是很长 直接采购全新的殲16海军版 花费成本非常大 而且也会造成铺杖浪费 反而基于现役殲11BH基础上升级改进 性价比是最高的 价格不是很贵 而且相比全新生产而言 升级改进时间更短 殲11是中国此前向俄罗斯引进的 苏27战机的纺织品 早期的殲11A完全就是原装的技术战机 后期解放军通过资质和改良的方式 进一步研制了殲11B战机 殲11B在飞控系统和航电系统等 完全实现了国产化 性能优于而原版的殲11A 海军版本的殲11B被称为殲11BH 2015年后 随着解放军军事科技实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解放军在殲11B战机的基础上进行了谋改 将殲11B的雷达换装了 现世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同时升级了第五代先进的传感器和航电设备 发动机也全面换装了国产卧扇式新发动机 其整体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堪比空军的殲16战机 对俄苏35战机则形成了绝对优势 谋改版的殲11B被称为殲11BG 海军版为殲11BGH 据悉中国有200多架左右的殲11B型战机 其中有80架左右的殲11B在海航部队服役 这些战机是解放军重型空优机的骨干 以后不排除解放军对其进行大规模升级 将其升级为完全体殲11BGH 殲11BGH可以携带足够功率的基载雷达和充足的导弹 至于较为老旧的殲11A和苏30MKK以及苏30MK2战机 未来可能将从解放军中逐步退役 而且作为战机现代化工作的一部分 解放军的殲11B战机部队也于2022年1月 确认将逐步淘汰来自俄罗斯的原装AL-31发动机 来自国产的涡扇式发动机将陆续换装殲11B战机 这一情况也从侧面说明 中国对于俄罗斯军备的依赖度正在大幅度的减少 歼11BGH战机现在可以携带和充20战机相同的霹雳式近举格斗坛 这种导弹是同类导弹中最强大的红外成像近举空空导弹 而且歼11BG还可以携带解放军的主力空空导弹 霹雳15 因为歼11BGH战机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有足够的能力为霹雳15导弹提供远距离之导 歼11BGH的雷达也是值得重点讨论的改进项目之一 大功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协助霹雳15导弹发挥最佳性能 歼11BGH的雷达可以支持探测400千米范围的大型地基 而且歼11BGH的雷达相比传统雷达更难干扰 这种雷达结合新式的火控系统和数据连路 使歼11BGH战机作战能力获得了成倍的增强 歼11BGH战机还能够使用射程更远 更大的霹雳21超级空空导弹 其射程超过400公里 这种导弹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空空导弹 专门用以打击预警机 加油机等关键大型飞机 此舰舰16战机就被曝光装备了霹雳21超远程空空导弹的照片 这说明其已经列装服役 如果改进后的新舰11BGH战机可以使用霹雳21 这将使解放军海航空中拦戒能力获得进一步增强 这一情况对于美军的预警机和加油机将是非常致命的 若在战时状态 舰11BGH战机凭借其自身的大航程 加上解放军高分卫星和先进预警机的支援下 可以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舰载预警机进行猎杀活动 这将进一步压缩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活动范围 因此未来随着舰11BGH战机大量列装解放军海航部队 美国海空军在亚太地区的情报优势将被进一步歇视 近几年关于国产战机换装太航发动机的信息真的是非常密集 就比如说在去年珠海航战上首次公开亮相了换装国产发动机的歼20 而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小随即也公布 冷剑20已经用上中国新的消息 再比如说 运20总设计师也在航展上透露已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在试飞 而今年也确实有照片记录下了身着实验涂装 记忆下发动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运20 而对于这一改变 外界有不少人试运20在试飞新型涡汕20发动机 而就在最近 咱们出口给八铁空军的歼10C战机 也被证实采用了涡汕10B发动机 而这不仅代表着太航发动机被第一次对外公开 还意味着涡汕10B发动机已经完全成批量装备给件10系列战斗机了 而综合这些关于太航发动机的信息来看 咱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一件事 那就是咱们的太航发动机终于行了 毕竟如今咱们不仅可以满足自家战机的需求 还有余量来满足出口需要 我们都知道 对于战斗机而言 航空发动机有更大的推力和推比 就意味着其能够拥有更优越的敏捷性 更大的雷达 更多的航电设备 以及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燃料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寿命也能够直接影响到飞机的日常出现率和使用年限 所以呢 基于发动机能够直接决定战斗机的作战能力 而国产态性发动机又已经大规模裂撞 咱们可以亏见一件事 不过航空工业的心脏病已经得以治愈 诚然 过去咱们受到航空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制约 在发动机领域一直处于落后位置 而即便后来可以从外国引进 但是却因此丢了国产战机产量的自主权 不过万幸的是 咱们并没有因此泄气 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追赶先进 终于太航发动机醒了 国产战机量产也不再是问题 可以预见 未来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将会走上一条使用 维护国产发动机的道路 而随着各机型作战性能 因为换装国产发动机而提升 咱们整个的国防实力势必会向前跨一大步 接下来